儿童搭乘客运目前是以身高作为标准 超过一百一十五公分就要买办票 但是现在儿童发育很好哦 不少小朋友五岁就超过了这个身高标准 经常会引发纠纷 行政消保处现在就决定改用年龄当作标准 未来不满六岁的儿童一律不必买票 儿童搭公车不满一百一十公分免票价 超过一百一十五公分不到一百五十公分 享有办票优惠 不过现在很多小朋友发育得早 常有家长反映 这样的收费标准不公平 有些家长他认为说我小孩子现在还小 那为什么我必须要去付办票一个规范 那所以说在在资讯上 有些家长是会觉得比较困扰 不少消费者向消保官投诉 认为应该修改标准 消保官汇诊这一类消费纠纷 召集业者开协调会 决议将修改标准 未来儿童搭客运 改用年龄作为票价标准 只要出示健保卡或是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 就可以享有票价优惠 身高超过一百五十公分 但是未满十二岁的小朋友 都可以享受这个优待票 半票的优惠 超过一百一十五公分 但是未满六岁的小朋友 这时候仍然要收到免费 免票的一个优惠 但如果不出示证件 客运业者还是可以用身高作为标准 消保官表示 由于现行的军警优惠和银法族优惠票价 也都要出示证件 儿童优惠票出示证件程序相同 业者都表态乐意配合 新制度最快在这个月下旬 就可以由交通部公告实施 记者综合报道